十天七赛,快船队以六胜一赴强势结束七连课东征之旅,打完后发现魔鬼是自己。 NBA常规赛,快船队在课场险胜老鹰队取得四连胜。 快船队正式结束魔鬼东部七连课之旅,而且还是在十天内打完,期间两次背靠背,但旅途的奔波和疲惫并没明显影响到快船队,他们这期间好取六胜一赴,只输给骑士队。 所谓的魔鬼赛程,最终却是快船队这个魔鬼到东部六弯。 对于快船队而言,詹姆斯哈登的完美融入帮助球队挖掘出巨大的进攻潜力,科怀伦纳德和保罗乔治负责攻坚和防守,再加上威少、鲍威尔和科菲等一众强力替补,快船队在攻防两端都能展示统治力。 尤其是他们的五小阵容如今磨合得越来越出色,威少甚至都能频繁与哈登搭档出场,足以可见主帅泰伦卢在调试阵容方面做得很出色。 自从去年12月以来,快船队一路过关斩将,他们在这31场比赛好取26胜5负这期间的战绩联盟最佳。 如果快船队能够保持健康,他们这赛季真心值得期待。